《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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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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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2013年的時候 接任美羽素養中心 一個導師 主要就是帶著一些小記者 帶他們到外面去拍片 剛進去的時候 其實 就是我的能力真的比較不夠 那時候房間有一些書我就去找 有些網路的資訊就自己去找 專業公司開的給技術人員的演習 也有參加過一些像劇本的討論 或者是導演講座 第一年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撐得下去 因為那個挫折是不斷的來 資源匱乏是我能理解的 會計法的規範內 很多事情他也做不到 學生其實已經努力的用現有的設備創作過 當你完成一件事你都會有一種成就感 但是他居然因為設備真的太差 而得到一種失落感 這是不合理的 我們會對這種事情很神奇 就資源沒有 讓自己變成他的資源 那我要花好幾年的時間 我要建構一整個 讓他們一直到大學前都可以創作的資源 學生準備要去拍很長時間的紀錄片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這邊的話煙囪是聞起來是很不舒服的 我想要去拍一個關於空氣環保的影片 然後我跟老師討論了一兩個月以後 我們就實際去行動 所以我就直接訂電影機 就一直訂三秒 發現很壞 付不起 就是刷卡 分期慢慢的 我常被那個銀行吹罪 的確他其實把很多過去的錢 現在的錢跟未來的錢 其實都是在他所有的期待 他的心意非常的堅定 他想要去帶孩子出去 正是更多 如果每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 都有使命的話 也許這個就是他的 我大概幾年前有算過一次 那時候大概有二十幾台的機器 這個機器又要一直輪替 所以可能會超過四百多萬 我當然會知道說 這東西有價 那我們自己學藝術的 我覺得 藝術品是沒有辦法用價值去衡量 如果學生是藝術品 他就沒有辦法用價值去衡量 我不會覺得 不是北城國小的學生 不能夠來我們這邊學東西 我遇到的孩子 大部分都有自己的困擾跟難處 這是一個做夢的年齡 很多時候有些現實 是會逼著他們去放棄 可能他們會有計劃 但是他們沒有錢去買 所以我基本上 機器可以撞到的都會去借 去花蓮 就是想要幫一個家長 他很辛苦 想要幫他拍片賣弄作物 所以學生 當我要不要去幫一個人的時候 他們就站出來了 演老師幫助這麼多 然後看到他想幫助別人的時候 我們想說 可以跟演老師一起去幫我 我高中的時候 因為我開始想要去讀電影 剛好遇到演老師 那我們免費去拿他的器材去拍一些 我們想要去拍的東西 他是用心想要去栽培我們這些 喜歡電影 想要拍電影的學生 如果沒有演老師的接觸 其實我是很難傷悲疑大的 這個假二女兒對這個事情是有興趣的 我們就是要讓他參與整個的拍攝流程 以自己的角度去幫助自己的家人 剛好我這陣子在台灣 我就希望我也能夠為這一次的計畫 盡一點心力 我可以拿我所現有知道的技能 教他怎麼拍照 再去幫家裡面的經濟推廣或者是宣傳 我沒有給演老師教過 我也不是讀他的學校 但他對我也真的像自己的學生 有時候就像自己的孩子這樣 我覺得如果沒有演老師 就沒有現在的我 我會說因為學生 他用一樣的愛去對待我 我很希望在過程中為他開啟了一扇窗 這些孩子帶著一種比現代這一代大人更清澈的價值觀去長大 他們以後都會變成整個社會不同的家庭 現在的大人決定了太多的事 有一天這些孩子在去做決定的時候 只會建立一個比你更好的台灣 香港五個月 半個月 再次經濟二十四年 幾乎 一開始 甘新的新的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